田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話說賴紅姑問何天章 知不知道究竟是誰想殺他滅口呢? 何天章想了一會之後說 我想來想去 最大的可能就是黑年教教主 賴紅姑立刻扮成很吃驚的樣子說 那個教主不是慈悲心腸的觀世音活菩薩來的嗎? 而你又是最虔誠的教徒來的 連自己的房產都供出去 他又怎會殺你呢? 屁! 什麼觀世音菩薩啊? 格格啊! 他們都是騙人的 那個教主是十足十個魂世魔王 他們利用黑年教的名義 考取豪奪、欺男霸女 所謂的朝聖 全部都是騙人的 那些去朝聖的人 去了什麼地方我雖然不知道 但是去世的人 沒有一個是有命回得來的 既然你什麼都明白 那為什麼還要跟著他一起去開人呢? 格格啊! 都是怪我一時糊塗 被錢的錢糊糊糊糊了 我看見他的錢賺得這麼容易 那我就想跟著他 講完,賀天章就用布包到密密實實的寶仔出來,遞給賴紅菇。 賴紅菇接過來,看了一下,他認出裡面竟然是顧世來的筆跡。 而且所記錄的,全部都是揭露黑年教的內幕。 賀天章聽到賴紅菇提到顧世來的名字,有所醒悟了。 他說:「哦,難怪黑年教要對顧世來下次毒手了。」 那就是說,顧大夫不是被天雷劈死了,是不是? 當然不是啦。 那些只不過是黑年教狡惑人心,混淆嗜聽的一種講法。 在這幾個月以來,賴紅菇一直都試圖打入黑年教的核心, 掌握邪教的情況。 現在,他出之掌握了人證和物證。 那也就是說,到了應該徹底解決的時候了。 反過來,黑年教教主, 他絲毫沒有感覺到自己已經大閒張志了。 當賴紅菇帶著官兵, 臭丹丹轉地圍實教壇的時候, 教主還是照樣坐在蓮花寶座上講經說法。 門突然被人砰聲地撞開。 教主慢慢地瞄大眼, 望實賴紅菇吧 盛姑 你敢是做什麼呀 莫非撞邪著魔 他又望了下四周圍的官兵 肯定是你身後的這些凡夫族子 擾亂了你的修行 來,過來吧 回助蓮花 等我來幫你驅逐邪氣 講完,就向賴紅菇擺一擺手 賴紅菇馬上學著她說 好了,你真是好戲呀 都是時候借莫啦 講完,就對身後的官兵一擺手 跟我捉著這個反賣良民謀財害命的殺人兇犯 眾官兵立刻上前要擒拿教主 但是教主站起來就說 聖姑 你是不是吃錯了什麼藥呀 如此魯莽行事 你問各位教友會不會答應你 下面的眾教徒立刻一片憤怒 高叫著保衛教主向前衝過來 大院裡頭即時倒捨羅蟹這麼亂呀 王老吉急中生智 他一躍身跳到台上大聲地說 各位鄉親 你們聽我說兩句才好不好呀 誰不知台下沒有人理會 繼續打納 只見王老吉伸了兩隻手出來 忽然間在空中一揮 首帳那裏即時飄了幾股青煙出來 整班教徒立刻疾絕了 接著身後那一幅印有黑色蓮花的掛圖也都飄煙了 彈下的教徒立刻嚇到全部疾絕了 站在那裡動都不敢動 王老吉見到表演收到奇效 就繼續說 各位鄉親 我想你們肯定是很想知道 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下面我就繼續為你們作法 講完 他就從懷中拿了一張黃表紙和一把菜刀出來 在王老吉的示意之下 賴紅姑就幫他拿起黃表紙來示蹤 而王老吉就抹了一下菜刀 然後忽然間向著黃表紙那裏斬過去 紙上面一度清晰的血跡馬上顯現出來了 彈下的教徒一片驚叫 都睜大眼睛很驚異地看著王老吉 王老吉笑了笑 他說你們的教主曾經告解你們 說血跡就是天意 警告你們要聽他的說話 不是的話就會招災惹禍 是不是 眾教徒都猛咬頭 有些就問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黃老吉 黃老吉再次拿了一張白紙出來 口含著一口水 對著一張白紙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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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大家不用怕 全部起來先 這些並不是什麼天意 而是魔術仔 見到那些教徒還是很不明解的樣子 黃老吉就很有趣地說 讓我們告訴你們其中的巧妙 就說第一個飄煙的 我就事先把白紙和白紙混在一起 塗在指甲上 又趁你們一個不為意 就抹在那幅蓮花圖案上 那些白紙被風吹乾了之後 就會自己著火 那就會飄煙 當然它不會弄傷到我手指 各位如果想哄小孩的 可以回家儘管試一下 至於說第二個斬鬼殺妖的 亦都很有趣的 那些黃表紙都是用薑黃染過的 而我在這把菜刀上 就預先塗了些鹼水 那薑黃遇到鹼 自然就會變成血紅色的 根本不是什麼真正的血跡來的 那些教徒聽到這裏 忍不住又猛鼓掌 那黃老爺當然更加有趣了 他說 我再講一下最後的一個神符降紙 其實更加簡單 只要準備一張白紙 用明凡在上面寫好了字 如果說有時間找不到明凡 就算是用人奶也可以 等字跡乾了之後 紙上面就什麼痕跡都看不出 到需要的時候 就將那張白紙在水裡一浸 或者一噴 那明凡和人奶浸過的地方 浸容易黏水的嘛 那字跡便自然顯露出來 講完黃老爺今天抱拳行禮 彈下掌聲雷動 教主見到這樣的環境 正是想趁機送人 但是被賴紅姑一手稱住 那個教主很小聲哀求著說 聖姑呀 你放我一馬來好嗎 我們井水不犯河水 日後我必然湧泉相報的 哼 我是可以放了你 但是這麼多被你殘害了的冤魂 他們是不會放過你的 人類 給我帶走他 那教主就被帶到了虎牙了 知府請賴紅姑一拍地坐在大堂之上 共同審案 那教主呢 還是一副恥高棄陽的樣子 那些牙翼叫他跪下 但是他動都不動 那牙翼的飛氣一腳踢下去 他忍不住整個皮靶都跪下 知府問 人犯報上性命 齊三 齊三 你可知罪 教主令尾的頭 一聲不出 態度極之囂張 大膽 本官問你的話 你竟然敢不理 人類 給我打 賴紅姑馬上揮手攔著 慢著 知府大人 等我來問他 講完 賴紅姑是起來 來到教主的面前 齊三 你既然不肯說 那就等我來幫你 陳述你的種種罪行 首先 你打著黑年教的旗號 宣揚妖言邪說 行騙臉財 對不對 教主就看了賴紅姑一眼 這是他們自願入教 又不是我強迫的 還有 你打著朝鮮的旗號 販賣眾多糧民到海外 令他們受盡苦難 害到無數家庭 家破人亡 是不是 朝鮮的場面 你都見到了 他們哭著喵著 死亂著上船 我有什麼辦法 還有 童先生 是不是你害死的 是我害的又怎樣 不是我害的又怎樣 哼 我既然落了在你們的手裡頭 就沒有想著有命回出去 你喜歡套多少罪給我 就儘管套 我無所謂 你真是很爽快 那你說一下 你是怎樣欺騙木蝴蝶的 木蝴蝶? 你是說那個傻妹 她值不值得我去騙她 是她自己撲過來我 我只是看見她 也有幾分知識 就儘管跟她玩一下 如果不是那個孔生 左頭左勢的話 她早就被我玩殘了 木蝴蝶一直躲在屏風後面 她聽到這裡 真是生氣得咬牙切齒 直接衝出去打那個教主一身 賴紅姑繼續問 那你為她爹超渡亡靈的時候 口吐鮮血 又是不是真的? 那些不過是小兒科來的 我知道你不相信 你問完這些事情做什麼? 我當然不相信 我之所以叫你親口說出來 就是要等你說給木蝴蝶聽 這個時候 木蝴蝶實在忍不住了 她從屏風後面跑出來 有一手就撐住教主 你這個人渣 我當初真的瞎了眼睛 你不單止殺了我爹 還要騙我爹的銀兩 騙我的感情 你說了 你騙了阿蘭他們去哪裡? 你怎麼到啊? 他們現在 看怕已經到了天國了 賴紅姑馬上折著她說 你當然想的 賴紅姑講完 就拍了拍手 那阿蘭他們一班人 就從屏風後面走出來了 木蝴蝶就很驚喜地上船 拉著阿蘭說 啊? 阿蘭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你沒事吧? 阿蘭就說 上了船 我們才知道 原來根本不是去什麼朝聖 我們那船人 全部都是要被賣去婆羅洲做小豬 幸好洪格洪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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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質問教主 我們還是言歸正傳 保隆堂錢莊雕塞的銀兩, 現在收賣在哪裏? 教主轉頭, 賴紅哥又再說了。 我相信, 你確實是知道不多, 因為殺人偷銀的並不是你。 齊三, 你如果說出你的後台老闆, 我可以搖你不死。 聽賴紅哥這樣一說, 眾人一大吃一驚, 原來還有幕後指使的? 這些是黃老吉和知父都沒有想到的。 但是教主很快鎮靜下來, 他故作輕鬆地說, 一人做事一人當, 我是教主, 這些都是我自己所為, 哪有什麼後台老闆? 哈哈哈哈哈哈, 眾者這麼厚硬啊, 看來你真是不見棺材, 就不流淚了。 何天章, 何天章馬上跌跌撞撞跑過來, 呃, 小人在。 你說, 那天晚刻, 殺你滅口的那個刺客是怎樣的? 啊, 會家家, 那天天太黑了, 那個人的樣子我沒有看清, 但是那個人武藝高強, 刀法凌厲, 還可以飛蟬走壁的天, 確實是一個武林高手啊。 賴紅姑就轉向教主說, 齊三, 你都聽到的了, 就你這副手無渣雞之力的壞樣, 都會無刀龍劍飛蟬走壁的嗎? 教主就避開賴紅姑的目光, 倒下頭了。 見到教主不出聲, 賴紅姑又再繼續說, 你還不想說是嗎? 好, 那我再提供多一個證人給你, 黃老吉。 見黃老吉站出來, 賴紅姑就問了, 錢莊陳老闆死之前, 你叫他噴灑的藥, 會在兇手那裏留下什麼印跡嗎? 會格格, 那些藥噴灑在兇手的身上, 會留下藍色的印記, 任憑怎樣洗刷, 三日之內都不會消退。 賴紅姑就說了頭, 再次轉向教主說了。 齊三, 我看你的臉白白正正, 根本沒有留下什麼藍色的印記。 教主這時候已經是大汗打細汗了, 但是他還死口咬定, 說一切都是自己所為, 還請賴紅姑刺筆抹, 一揮而就寫了一封書信, 交給賴紅姑說了。 請格格來看看, 這就是小人模仿同學齡的不職, 偽族的遺書。 賴紅姑看了眼, 呵呵, 這些我早就知道了, 但這樣並不能夠講明什麼問題。 知府見到這樣的環境, 就控著賴紅姑的身邊, 小小聲地說了。 格格, 既然兇犯已經復發, 不如現在就。 賴紅姑想了想, 他說, 好吧, 這樣就先將他收監先。 賴紅姑很明白知府的意思, 那就是, 教主既然已經認罪了, 那就完全可以現在就斬首。 但是種種未解之謎, 還未能夠破解。 從審教主的情形來看, 幕後的人隱藏之心, 看怕連教主自己都未必知道他是誰的。 賴紅姑感到對手之強大, 絕非是土匪草寇可比。 他之所以要將教主收監, 以他為餘利, 引出幕後真空。 果然, 在收監的第二天晚刻, 有幾個黑衣人就來劫獄了。 他們一個二個都是高手來的, 可以飛蟬走壁, 竟然不聲不聲地 一直殺到教主的監房門前。 好在賴紅姑早就在這裡設下了埋伏, 兩隊人馬一直殺到天分地暗。 但是一個活口都抓不到, 那些黑衣人一不是打死, 一不是逃走, 受了傷未曾死的, 就立刻自殺。 當賴紅姑帶領著官兵殺退黑衣人, 翻轉頭一會兒, 發現教主已經在監倉裡否覆自殺。 身邊是黑衣人所用的窩刀。 賴紅姑拿去窩刀, 這樣才謊言大悟。 原來教主是東洋人的奸世。 嶺南邪教的背後指使, 也一定是東洋人。 血缽中的教主吃得很恐怖。 他是罪有應得的, 只不過這條線斷了, 實在可惜。 木蝴蝶經過這場變故, 他忽然生性了很多。 這天早上, 他拿著小包袱回到藥店, 孔生就看著他。 蝴蝶, 你爹這麼大間房子, 怎麼會回來這裡也有呢? 那木蝴蝶就遞了一張銀票給黃老吉說。 雞爺, 這張銀票你先收著它, 我還是想回來和你們一起住。 我爹沒了, 要這麼大間房子, 有什麼用才可以的? 所以, 我已經賣了它了。 黃老吉就說了。 哦, 那回來當然可以了。 但是這張銀票, 我絕對不可以收下它的。 因為這個是你爹留給你的嘛。 乾爺啊, 我一個女孩子之家, 也不懂得理財的。 這張銀票, 不如你幫我保管它先啦。 等到我需要的時候, 再來找你。 我們本來就是一家人來的嘛。 為什麼要說這些事情呢? 都不等黃老吉開聲, 孔生已經搶著話了。 師父啊, 蝴蝶回來得對啦。 這兩天啞捕病了, 我家裡頭好像七國那麼亂。 我正在那裡閉嘴, 沒人倒屋啊。 木蝴蝶聽到孔生這樣說, 即時就滾大眼睛了。 好啊, 孔生, 你原來就是這樣對我的。 講完, 就想衝過去打孔生。 黃老吉連場拉開他們的眼睛。 好啊, 不要再吵啦。 你們兩個呢, 一走過來, 當然是狗咬狗骨的啦。 講完, 就拎了下頭, 走到啞捕那間房了。 他一推開啞捕的房門, 剛好啞捕的從女頭走出來, 面上貼著一塊很醒目的藥膏。 黃老吉覺得奇, 她說, 咦? 你的臉做什麼? 來, 讓我看看什麼事。 各位, 為什麼啞捕的臉要貼著藥膏呢? 肉質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